大家好,又回到這隻的Gundam Online 今次想拍一拍我自己的升級的習慣 即是升武器或者升機體的習慣 可能有不同的跟其他人 看看會不會讓大家做到一個參考的作用 還有為什麼要改呢? 因為這個帳戶是副帳戶 很多機體都是以前的世代 因為現在更新了一個很大的更新 也蠻重大的,就是它的熊Lock追尾系統 什麼叫熊Lock追尾呢? 就是用這隻作為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隻的阿寶 Gundam 阿寶 這隊有個350 那350的熊Lock真是指它是必中暗制 如果你看到它的Lock是紅色的話 它這個子彈是會直接追尾的 基本上都可以說是必中暗制 除非打到建築物那些 即是它避到建築物那些 否則的話它這個是很容易命中的 你看到它350距離的時候就會是紅Lock 所以也蠻厲害的 好,還有講一講我這個帳戶是在紅Lock之前玩的 所以很多機體都改錯了 而且那時候都是剛剛玩所以不太懂 所以很多機體都要改一改 開始了,看看大家有沒有抄襲到 好,這隻的Gundam 阿寶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很強的 非常強的機體 好,這樣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這裏有沒有一個Hawk 字 通常有一個Hawk 字都是比較多人用的 大家也可以用Hawk那裏 而這兩個都是有Hawk 的成份 有很多人用的 那我為什麼會選下面這一支呢? 很簡單,因為這裡寫著紅Lock 350 多20距離 即是代表你有20距離的走站可以去射對手 射對手 那這裡我會怎樣升呢? 那我自己呢 由一開始可能只升威力 到現在我就不算只是的 那我多數會先升 Reload 嘩,第二下真的失敗不用了 OK,那大概兩三下 Reload 差不多750 都夠了 之後這裡就升一些威力 因為始終這個威力比較差 大成功非常好 那Lock就不需要怎樣升 那最重要是升射他 射他,最後一下可以升雜丹 雖然其實沒什麼分別 因為好像感覺上不是很大分別 那個2點 這個1點 OK 那就不太重要了 那這一把的劍 劍的話我多數只升威力 那Lock就不升的 因為通常劍很少會Lock 那就不升了 炮彈到這裡 這個大炮 大炮也是升 Reload 我現在慣性也是升 Reload 沒有什麼比 Reload Reload 之後就是威力 還有效果範圍 OK OK 那這裡1萬其實也不太好 可以說這個大炮 但是不要緊 因為主要都是這把槍 我覺得 那機體方面這個就不用怎麼升 因為他55L我都滿足的 那下一隻 這個G3 Gundam G3 Gundam G3的話 它有一個差的槍 在這個世代 差槍幾乎必要 如果你有 基本上可以裝上去 那這一把呢 這一把就用F 那當然先看看 這把F 這把普通 好 那看得出F和普通的槍 就有子彈數量的分別 還有它的傷害 還有它的熊Lock F是320熊Lock 下面這一把普通正常的槍 就330 所以其實不需要特別去弄 這把都很合理 那之後到 把劍 把劍是用不用 想想一下 一個叉一個追尾 這個大炮 噢這個大炮 OK 好 那我就用這個 對了 OK 那3把都用 3把都用這個槍 或者是軟弓 因為你看到它3個都是追尾 你知道看到有這個公仔 它3把都是追尾 3把都 2把 2把 3把 320和330的熊Lock 距離 那大炮就180 180 180就非常之短 所以其實 自己衡量用槍 用大炮 一定是用劍 好 到叉這一把的槍 不叉我也是照星Reload 沒有大成功 我這裡退一退 希望可以有大成功 基本上我大概去到700 這裡差不多700都夠 不如 威力吧 對了 嗯 射它升少少 這裡再升多個威力 全部失敗 不要緊 最緊要它 其實都是看這個單值 差的 那些光速槍 或者什麼飛刀 都是看這個值 就是這個765 765 這個值 只要 它在飛然後被這支槍打中 其實它是 乘2 好像 很快就會跌落地 大家有時候 現在玩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跌落地 就是因為這些差的槍 這些差字槍 即是一些儲電 儲電 我也不知道 總之就是差的槍 好 不夠券 我們先買些券 好 OK 大炮 再升 Reload 威力 好 大炮 慣性 也是升效果範圍 效果範圍 不是 那麼多失敗 就射它 好 暫時升好了 之後這隻38 其實 都夠用的 但是 我差一次給大家看 38 好 OK 這裡我們就升 一些最高速度 最高速度一定要有 嘩 好低速 只有1000多 正常來說 1300左右 1300 是不是1500 就叫快 OK 好 差不多1479 容量 然後加點血 血就 我預計加到 3996 不用4000 然後加一卡 即載量 再加這個 回器 因為回器 感覺上好像慢了很多 現在 37 好像還低了 但是不要緊 因為沒有用金券 而且還沒有熟練度 因為大家不知道 如果高熟練度 你強化它 它會加上升 成功強化率會加1 差1的話 其實都差很遠 差很遠 差很遠 好 看看還有沒有要升 先 到這一隻的吉姆 吉姆 剛才也說過 也是有熊 所以 都要轉熊 熊 好 又有多個例子 F型 和普通的BB彈槍 嗯 嗯 OK 大家又有一個例子 下面那把就是F槍 上面那把就是普通槍 F就高一點點攻 但是 那個雜彈性能差了一點 銅鎖就相差10 所以我會選擇用F 雖然它的彈數差5 但是 它的傷害挺高 我覺得 那之後 這裡就升Reload 都是 其實都是升一樣 然後這裡就升威力 大成功來看 OH NO 最後升Reload 嘩 這把槍很失敗 哈哈 這把槍很失敗 但不要緊 好 大概就沒有特別要升 54 OK 下隻還有沒有 這個頭炮 這個飛刀 這個沒有特別 嗯 接著就應該沒有一些是單發的槍 單發的機體 沒有了 這隻 但這隻好少用 這隻多數是水機 所以就不會怎麼用 HWS就沒有單發 全部都是FA 如果這隻都有單發SA 就太屈肌了 追尾的話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 強化這個機體 我就是用這一種的形式 這個的習慣去強化 Reload 接著就可能是 威力 接著就效果 效果範圍 什麼叫效果範圍呢 就是可能那些大炮 大炮的範圍 你升了的話 那大炮的傷害 不是 它那個射 射出去的爆發範圍就會大一點 之後還有些什麼呢 射它 大概會這樣排下去 OK 那這次的普通一條 普通一條教學 又不算教學 因為參考片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拍幾多系列 就這樣 拜拜